飞机起飞的发动机推力到底有多猛 看看这两辆汽车的下场就知道了 飞机飞行速度之快 称为众多身上有点米 就像前往远方地区的首选交通出行方式 在飞机起飞的时候 其发动机带来的推力威力有多大呢 发动机对于汽车而言 就像心脏对人的作用 是最关键的最核心的部位 它是汽车能够驱动起来的主要动力 假如发动机设备非常先进 那么对于汽车的增幅也是很大的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见到的汽车的发动机 大概都不超过八缸 若能达到八缸 可想而知 所配备的汽车价格 肯定已经达到了 常人可仰望而不可及的程度了 但八缸发动机放在飞机上 就显得有些弱机了 因为飞机和汽车两者虽是交通工具 但是等级压根不在一个层次上 有位英国爱好者为了测试飞机起飞时 发动机带来的推力力量 便做了一个十分烧钱的实验 是什么呢 他将波音747飞机和普通汽车 放在一起做了一个试验 仅仅是想知道 波音747的引擎推力有多大 所以要想知道飞机推力的威力 不妨观察一下那两辆汽车的最终结局 波音747这款飞机 是波音公司最经典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杰作 诞生至今已经有半个多世纪了 它的相关配置也在不停的更新换代 因此不同的波音747发动机也是不一样的 发动机也不是由一个厂商所制造的 而是世界上许多知名度比较高的发动机厂商所提供的 即使动力各有所不同 但是大体推力都能超过6万8 于是老外就在地面上启动了 波音747发动机让其正常运转 然后看飞机会产生多大的推力 结果如何呢 按理论上来讲 飞机的引擎的推力是巨大的 对于一般的汽车的结构完全抵不住这样的推力 会直接散架 可是这个小车偏偏不是很相信这个理论 一定要尝试出实验出身制的感觉 第一台就是比较老式的甲克虫汽车 其重量达到1650多千克 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辆汽车在经过第二个发动机时 甲克虫轿轿竟然来了一个侧翻 接着迅速地后方翻滚 整个车旋转了四周 才最终停下来 样子十分地狼狈 停下来的甲克虫汽车被损坏成啥样呢 它的车身已经被毁坏得惨不忍睹了 玻璃也都震碎了 保险杠破裂 汽车总体来说已经没啥用处了 接着第二辆遭殃的就是福特牌的汽车 它和甲克虫汽车比较起来 更为坚固一点 然而 在它经过发动机的时候 情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这一台汽车仅在遗产之间 被波音747发动机所带来的巨大推力 推了个出去 也被进行了许多次翻滚 等到停下来的时候老外去观察 发现它的车身和玻璃 也被损坏得不成车压 基本上也都报废了 由此可以得知 飞机的发动机产生的推力 实在是太猛了 信号车里没有人 要不连车车一同送命了 对此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